大家好 我是邱医师 今天邱医师要跟大家谈的是 有人问到啊 就是吃清卡 代餐呢 在减肥的时候 如果搭配邱医师给大家提供的Social Music 会不会有加成的减肥效果呢 好 答案是有的 怎么讲呢 我们知道吃代餐减肥 这是有科学根据的 根据这个医学文献的报道 这个代餐减肥三个月 就可以瘦掉你体重的9.6% 那么呢 在这个使用代餐减肥的时候呢 他们研究发现说经过了一年 跟你自己算这量的减肥法来相比啊 代餐可以多收2.6公斤 不但如此 这个跟这个减肥药来讲 跟那个罗氏仙 我们讲说让你酷 这种排油的这种 减肥药来比呢 不相上下 它减肥效果不相上下 而且呢 还少掉了这个药物的副作用 所以吃代餐减肥 它是可长可久 有科学根据的这种减肥方法 好 那么如果在这个代餐减肥的时候 搭配这个Social Music呢 会不会有加成的效果呢 什么叫Social Music Social Music 其实有三大元素 第一大元素就是 它在这个音乐当中呢 搭配一个295.8Hz的这种会提升这个燃脂效率的这种背景的频率 那么采用一种超过80拍的这种节奏 让你的胶感神经比较能够有兴奋的感觉 同时呢使用的是比较热闹一点的音乐 像嘻哈音乐 或者是快节奏的音乐 这样的情况底下呢 因为又增加了胶感神经的作用 那我们知道脂肪要燃烧 本来就是要靠着胶感神经的这个分泌 才能够让脂肪细胞有分解的机会 所以在使用代餐的时候 如果呢又搭配这样的音乐呢 一边这个吃低热量的这个正餐 一边呢又利用音乐来刺激你的胶感神经 让它有兴奋的效果 那么两箱加神之后 当然对减肥会有更好更多的效果 所以呢 今天邱医师就是给大家提供 就是说 如果你吃代餐已经有减肥效果了 那现在又希望效果加倍 你就可以在这个吃代餐的时候呢 搭配一点Social Music 来做一个辅助的一则工具 那么呢使这个减肥这个事半功倍 那么Social Music呢 如果各位想要知道是什么样的音乐呢 可以上我们的官网的连结 或者到邱医师的YouTube的频道呢 都可以找到这个Social Music的内容 迷听 甚至可以把它 download下来 那么你用餐的时候就可以 把它放出来 当做你的背景音乐 对你减肥会有帮助哦 大家可以试试看 加油